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9月7日 沙地阿拉伯应 汉阿曼 周二深夜 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分组赛22强赛继续进行 届时B组的阿曼将会面对沙地阿拉伯 两队近矿军较为理想 而且他们在12强赛首轮分组赛中都战胜了各自对手 此番交锋胜负难料 另外 大家可以进入M直播观看本场比赛的现场直播 阿曼在2021年的表现极其出色 他们在已经进行了的12场各项赛事 常规时间段内斩获9胜2和一副之不俗战绩 在上一场给予实力强劲的日本当头一棒之后 目前更是处于一波各项赛事七连胜的喜悦之中 归根到底防守端表现是他们赢波本前 他们进六仗仅仅是一球 而过去四场各项赛事已经一球不失 加上进攻端有沙西以及K爱夏基利茨等攻击手坐镇 他们具备一定的进攻威胁力 上一场面对强敌日本就是最好证明 虽然他们控球帅遭到对手压制 但总射门数却要比日本多 而12角射门翼终于能够让沙西把握住机会成功入球 最终带走胜利 虽然战胜日本足以鼓舞军心 但毕竟他们最近一次面对沙地阿拉伯以1比3落败 加上沙地阿拉伯势头1不落小风 阿曼金扑能够保住一场合局已算完成任务 沙地阿拉伯本年度表现比起阿曼可谓有过之二而无不及 他们在本年度已经进行了的六场各项赛事中斩获全胜佳季 其中除了后防和阿曼一样了得之外 他们进攻端表现甚至要更加出色 在近五仗外围赛之中 沙地阿拉伯每场最少攻入三球 多得沙利艾舒利以及艾塞达沙利这些攻击手的出色表现 沙地阿拉伯才能拥有如此神勇的发挥 在FRFA给出的最新一期大名单中 沙地阿拉伯在亚洲范围内排名第六 至于阿曼不过排名第十 前者实力俨然在后者之上 虽然沙地阿拉伯实力比阿曼强 同时近况还略胜阿曼一筹 不过他们此前曾经被阿曼敬送二旦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加上阿曼赏仗刚刚击败亚洲一哥日本 沙地阿拉伯金扑的确需要谨慎对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